位於汐止同行路上的新設後橋 2015年完工花了6.89億元 就是為了要迎接捷運汐止名聲線 但五年過去了仍然等不到捷運 原本要讓車子和捷運通行 現在功能只剩一半 做了一個新設後橋在那邊等 可是捷運迟迟不進來 民眾看到民意代表 就是每天就覺得說 每天塞在車陣中 什麼時候有捷運 這是我們戲子人的悲哀 等公車的時間就蠻久的 就像這邊如果要去南港展覽館的話 可能就只有幾班車 像南二一八一七 就都比較難等 就要抓好那個時間 你說希望蓋捷運 當然是希望 常常說要蓋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戲子民眾常年飽受交通困頓折磨 苦不堪言 原本寄望捷運來改善 如今前瞻2.0 預算大轉彎 原本軌道建設 預算4200多億元 如今被大砍 剩下不到2000億元 反倒是城鄉建設從1300多億元 增加到2431億元 數位建設更是從原本的460億元 暴增到1382億元 直接衝擊到的可能就是新北市的 戲殖民生縣 還有巴黎 武泰 深坑輕軌 預算通通出問題 請大家放心 凡是行政院核定的建設 一毛錢都不會少 而這些預算要是邊 要邊在前瞻預算 還是要邊在一般年度預算 還是要邊在哪裡 都是要看著建設的進度 雖然行政院長蘇貞昌掛保證 還有其他項目預算能支應 捷運建設不受影響 但是軌道建設預算少了一半 反而變成發展數位和城鄉建設 不免讓外界聯想 是不是跟選舉有關 重新綁裝來布局自己 2022年的地方選舉 但是我覺得這樣太功利了 完全完全把地方民眾的 這個權益跟發展 放到政治的利益之下 我覺得十分不可取 前瞻預算說變就變 國家建設的發展 在短短一年之內 就從軌道建設 變成數位和城鄉發展 是縱觀國家發展 還是選舉考量 就等政府給民眾一個交代 環宇新聞張家寶 林靜廷 易立婷 台北新北報導